民进党南投县党部与银南里七将军庙前举办团结前行南投升级记者会 期盼以当地为出发点赢回南投 党部所提名的各个议员参选人 各乡镇市长以及县长参选人也到场 县议员赖燕雪 陈汉丽叶人创 陈于军 廖紫月王秋淑也亲自出席 银盘口来开这个记者会 希望说在这个里可以赢回南投 那在民进党的部分蔡白会做到的就是说 这几十年来到现在一直没办法解决的八冠山汉冠的问题 蔡白会在今年已经成功的争取了三点多亿的经费 从农委会现在已经在我们赤水 已经挖了一口井跟我们大庚村挖了一口井 希望说借由农委会的力量来真正的改变 我们八冠山汉冠用水的问题 让这些农民不要再使用到这么高的水费 县议员赖燕雪指出 这次的记者会可以看见党部所展现的团结力 希望能够翻转南投使南投更加的进步成长 那么今天看到我们民进党展现团结的力量 势必赢回我们这一次南投人的一个尊严 我们看到十三乡镇还有民意代表的候选人 都齐心出席这场盛会 我们希望说能够翻转我们的南投 让我们南投的一个乡亲能够生活品质更好 尤其裴会是一个有能量 有能力 会做事的一个执行者 所以燕雪对我们的县长有非常高的一个信心 对我们的团队更具信心跟能量 那最后我们还是团结一致 只有团结力量才会大 我们希望说这次能够翻转南投 赢回南投人的一个尊严 县议员陈怡君表示 南投近几年来人口不断的外流 就业机会相比其他县市来说也非常少 期待未来借由产业 科技 医疗 交通等方式的升级 能够吸引民众来到南投 我们的参选人蔡培会也特别提到 就是未来呢 它会让南投县变成一个科技农业 以及地方创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 那这个对南投来讲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几年人口流失太严重 又加上人口的这个出生比率呢 一直不断的下降 所以怎么样能够创造社会增加人口 让他们留在南投 甚至于吸引他们到南投来 这变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期待用一个产业 用科技 用医疗 用交通 用日照的升级 来带动南投全面的升级 医员们也表示 南投近几年来 在各项发展上停滞不前 人口外流严重 期盼在党部的齐心合力之下 能够翻转南投 让南投升级以及进步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